到文东了进行现场报道 我们刚才就在这个小巷子非常安静的走出来 走到外面你感觉车会多一点 远远的看到云山雾绕 不知道那边是不是云顶 你看这边车就变多了 是吧 现在是早上8点41分 但是我们镜头转一转 转到这里叫Yanky Kobi Dam 这个Kobi Dam里面就是有带来个推荐最著名的 叫Kaiji 云车面 开机云车面 我把我惊呆了 不得了 我们看看这里面是人身顶沸 比一般的菜市还要热闹 我们放大一点看一下 你看这里 站着等位 还有这边 站着等位的大概就有上百人 整着坐着的又有上百人 在小小的店铺 一共只有两三家档口 好像都是做一些云吞面的 这个场景让我想到了 我们90年代上海的菜市场 就是这个样子的风貌 对吧 这是人的密度之高 好怀旧 还有这种空气里面就是这种包子 蒸包子的香味 走 看一下吧 在这里 有家叫明记夜市云吞面 开记云吞面 还有天记 前面还有个经济饭 就这几个 可以看看有多少人在排队 哇 这个档口开成这样的文化 你现在切磋了 真意真的非常好 我都想开档口了 这很成功啊 这个是酿豆腐吧 大家都在选 对吧 要砸饭 我知道天际 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要配合一下 嗯 一个人站坐 一个人去点东西 那我们呢 在开记这里 老板 要一个大份打包走 呃座位的原点是全部坐满 全部坐满 好多人都站着在等 我们就在这里吧 我们买完开记的云吞面 回到车上去吃 他整个店面的人还是非常多啊 我我们跑到这里 有一个感觉 就像是农村人 第一次到了洛大的城市 完全不知道 应该怎么样行事 才是合理的 我们排在那儿 有没有点单成功呢 老板说 你等着也可以 待会回来也可以 那待会怎么拿到我呢 如果是有位置的话 我可以先站着吗 站着再去点吗 还是要点完才能去找位置呢 也不知道哎 但是只有熟客 很熟悉的人 我看手脚好快啊 不停的在拿东西啊 在跟对方交流啊 我们在这有点 不知如何下手了 好像有点融入不了 这么热闹的一个档口哦 我相信对本地人来说 那些熟客来讲 你问他这里停车难吗 肯定说不难啊 随便可以停啊 你如果问他说 这里要排队很久吗 要等吗 他说不用啊 不会啊 没关系啊 很快就有位子了 这我猜的哈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当地一看是很凶啊 其实实在是工作太忙了 他把每个顾客都记在心里 他在看到我还说 你们是打包带走对吧 然后你们说打包带走啊 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一家三口 就是可以经营的三口 看安哥在这边主要是切和配 管着一些配料和薯片 前面的年轻人呢 管着两个两个主的口 在主面 快速的主面 前面的那个Andy呢 刚才看不到啊 那他刚才跟我们说话呢 来帮我们完成的是点单啊 然后出货啊 他是整个的项目经理吧 而且所有的调度 这边 那家里还有一个工人 会帮忙这个 把产品 但是在演奏乐器一样 速度极快 心中完全知道该干什么 下一步做些什么 可能都不需要太多的思考 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习惯动作 到了啊 这等了好久 大概15分钟左右吧 终于拿到了我们的大份的 回到了车上 就相当于回到了自己的沟壁店了 虽然盘子没有这么好 但吃的环境就要安静许周了 打包的食物是这样的 哎 看得到吗 看得到吗 里面云吞 叉烧 还有面吧 这是干拌的 另外呢 附送了一包辣椒 试一下 它是酸味 它没有甜味 第一次试用 好酸 我本来以为是福建面 这不是福建面 这怎么不甜味 这个倒是有点像割罗面的感觉 棕色吧 干拌的那种割罗面 这跟割罗面是很像 你看 全曲的 但是云吞的包法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上面也是叉烧嘛 那叉烧后看是老爷爷他切出来的 现场切出来的 是真的猪肉 是不是我们那边也是叫客家面 也是这样的 你上次吃的客家面 人家不说就是割罗面吗 对 我都不敢确认了 我是吧 这样一份才9块了 它是分成小中大 我们点的是大份 我本来以为云吞面 就是我们在香港吃的那种 云吞汤面上面 白汤 加两个云吞吗 没有 那它是干拌面 那鸡片叉烧还要配云吞 你云吞吃了吗 我看到他们还有炸云吞 他们没有汤面吗 没有 对 我刚才那个小哥也是每一份 都是往里面加了酱料了 你说你第一夜来 就已经喜欢上文洞这个小吃了 为什么呀 我发现这边的恩爱附近很多 刚刚在路上看到好几对 都是年龄应该目测 比我们要大十多岁的 头发花白的这些中老年的夫妻 手牵手 很浪漫 这种高频度 高高撒糖密度的 我在别的城市没看到过 你这个一点倒是 我也没注意 这里虽然我没注意 这里有这样的夫妻 但这个场景确实是很少见的 而且很干净 你看这个地方的试荣试茂 路上几乎没有垃圾 然后也没有很厚的灰尘 路况也比较好 而且他那个房屋也比较跟跟其他城市比吧 就比较整洁整齐一些 就这个跟我们认识的那个文洞杂货铺老板娘实在是太像了 这种气质 就是呃他是上了年纪的 但是很淡定的 然后非常优雅整洁的 嗯没想到啊 这里只是离开我们住的雪来河才几十公里一个小时的地方 现在又到了另外一个咖啡店了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叫土产咖啡店 想要试一下这里的酿豆腐 刚才那家太火了 那这家也不错 你看这里的一个咖啡店都是 档口没有这么多 一个 两三个而已 人非常多 不过你又不觉得很乱很脏很不想进去 他还是非常整整齐齐 有他一种自己的技术 大家还是可能都是老客吧 我们来吃个酿豆腐 拿东西啊都都都已经很鲜熟了 我说我们像是乡下到了城里了 不知道怎么插进去他的秩序当中 酿豆腐啊 我记得我们一开始到吉隆坡吃的时候是不太会吃的 哪些是炸的啊 哪些原来是汤的 哎呦 来了以后一碗主食一碗这个炸的一碗汤的 还是搞的三四碗东西 瞎来的 嗯 完全乱点 不知道怎么点啊 哇那个不足滑大片 我也来 这家也叫天际 和刚才那个天际酱豆腐是一样的牌子 嗯 就我们在中国广西也有这种酿的吃法 还记得哦 酿就是食材里面塞一点肉 塞肉 要搞清楚一个纠缠我们很久的问题 到底哪些是炸的吃的 哪些是汤的 要跟老板请教一下 啊他很会做生意啊 你看这小小地方还有一个电视 来宣传 那这个文畅这些画设计也是非常漂亮了 那些这种像汤里类似关东煮一样已经做好了 还有肠粉 还有肠粉 嗯这个 这个 汤的是不是就是拿碗对吧 汤的就是拿碗 哦不懂 哦不懂 谢谢谢谢 嗯 风向精神 这个就是我们那里说的油豆腐鸟肉了 嗯 这个大概是鱼饼吧 嗯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是鱼豆腐鸟肉 哦 这个就是炸腐鸟肉 整个是拿了一个清汤的饼对不对 这个我喜欢 这个很像我们那里的哦 菜肉的 你看 嗯 还有葱肉的 高清 啊 咱们两个啊 我们两个啊 share了一个位置 很厉害啊 四到十七哦